在進入今天的節目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想想起床之後 還是覺得腰痠背痛嗎? 這很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選到適合自己的床墊 EMMA床墊是來自於 德國的頂尖睡眠科技品牌 他們的床墊系列 不只在歐洲小售第一 更在全球累積販售超過600萬張 獲得了超過75個國際獎項 EMMA推出了結合記憶棉 與獨立桶的Hybrid獨立桶床墊 每平方公尺使用250個獨立桶 支撐你身體的每個部位 記憶棉的部分則是主打抗干擾設計 就算跟伴侶或是寵物一起睡 也不會互相影響 而且他們還考慮到了台灣濕熱的天氣 特別使用透氣專利的記憶棉 讓大家再也不會睡到滿身大汗 那我自己實際睡過之後也覺得 EMMA床墊不只支撐性很好 包覆感、透氣性也很不錯 推薦大家來體驗看看 那現在也有好坑優惠 現在官網還有618活動 品項最低55折 配合專屬的折扣碼 還可以再打9折喔 如果你心動了 就趕快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幫自己選一張最適合的床墊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務時間就到這邊 我們就開始進入節目的整題吧 我們暴走的就是各種違規 對我們要維護暴走的尊嚴 安全帽不能戴 對紅燈 闖 對擋路 對行人看到嗆他們一下 對擋車逼車 你都要會 你不能不會喔 這是我們的尊嚴 我們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你沒有做也會被人家笑 有哪些事你當下就覺得說 這件事情怪怪的 但是我就是要做 闖燈啊 就是闖燈 我們要十字路口 有四個紅綠燈 對 我們要從這邊開始 去繞那個圓環 所以所有路口車都會停下來 停在中間 然後學長們就是 經過之後 我在走 他們才能通車你知道嗎 喔 真的是刷存在感很厲害 對 對 今天就直接三隻機 什麼時候想要搭我路 就是這樣子 可是以前就覺得 他們是允許的 他們怎麼沒有人丟球棒之類的呢 真的 就大家就停下來 讓他們這樣拉拉拉拉拉 走了 那我在開我的車 就是大家 大家是可能從小看到大 已經習慣了 就覺得 反正這屁來就這樣子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我們的神秘職業 大家揭秘 那今天要介紹的職業 有點特別 不太確定 算是一種職業 那就是 日本暴走族 那今天很榮幸 我們可以邀請到 大嘴巴的前團長 也就是曾經 在日本當過暴走族的 版本中華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日本暴走族的秘辛 那請中華跟我們觀眾 介紹一下吧 哈囉 我是版本中華 Sakamoto Dazze 那一開始 可以先跟我們大家 介紹一下 什麼是暴走族嗎 暴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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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蠻像台灣的飆車族 OK 對 就是我們青少年會很崇拜的一個團隊 應該算車隊吧 車隊 所以那時候是青少年會崇拜 對 大概國中 國中一年級的時候就會崇拜 因為在日本16歲就可以考機車駕照 OK 所以大家就會趕快想說 國中畢業之後 一定要考機車駕照 那國中畢業之前 我們就會去 就是嘗試騎摩托車 在我印象中 日本騎機車是非常的麻煩的一件事情嗎 麻煩 所謂嗎 我覺得還好 還好 因為我以為 要移動的距離 其實很遠 大部分都還是用電車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暴走族會鎖定在 鄉下地域比較多 因為就是靠車站越近的地方 暴走族越多 理解 因為我們會去那種車站 每個車站前面有一個圓環 然後我們就會起 起摩托是圓環這樣子繞 對就是耍帥的 OK 那當初是怎麼加入暴走族的 怎麼加入暴走族 也是學校的學長吧 覺得我夠壞夠兇 你要加入我們的感覺 那當初是做哪些事情 讓學長覺得夠壞夠兇 其實我是 我是國中二年級 從台灣轉學去日本 OK 那當時轉過去 人家就會覺得我是外國人 對 然後會霸凌我 懂 就是日本人 就蠻團結的 你知道嗎 他們是一個很排外的種族 對你幹嘛來日本 你反正就是一些 就是侮辱你啊 你怎麼長得很奇怪 跟我長得不太一樣 怎麼怎麼 可是對我來說 你們也不高啊 就是就會有衝突了 OK 你像我不高 對啊 你們就是不高嘛 你們就是張敗國嘛 反正就是一直這樣 那時候就那麼嗆嗎 因為我在台灣讀過國中 我讀過歷史 就是日本就是張敗國 然後可是到了日本的時候 其實你們蠻先進的 你們蠻高科技的 那慢慢的才會喜歡上日本 OK 可是一開始就是一些 可能外國人的感覺 會被霸凌啊 嘲笑我啊 那慢慢的學長就會找我麻煩 對 然後就會有打架幹嘛的 對 就是在打架之中 打出一個好成績吧 不知道 是打架獲得了認可 因為剛講到他們很排外 但是他們還是認可你 對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收納他 他蠻有用的的感覺 那好啊 那時候有個故事可以形容嗎 怎麼會 我覺得這個要跨過很大的門檻 這個真的很大的門檻 就是我記得第一次被嘲笑的問題是 你想要去上廁所 你都不會講吧 就是被嘲笑說 你看他日文很爛 他連想要去唱廁所 他都沒辦法講 廢物 這個人不行啊 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好沒關係 我要辦 辦內以內 我要把日本學好 OK 就是讓我很想要認真讀書的時候 也是去日本之後 可能我在台灣 就是不怎麼讀書 可是到日本異鄉 我需要朋友 我是不是要先把日本學好 那日本學好 是不是要先學壞的 為什麼 我就走歪了 為什麼 我就走歪了 對 你們怎麼罵人 罵人 八個鴨肉 什麼口音 八個鴨肉 你要捲著八個鴨肉 一個一個這樣學 然後就從這邊開始弄了 後來他就覺得你罵得很屌 你罵得 很像日本人 然後就開始 那我是不是要演一個很像日本人的外國人 不要讓人家知道我是外國人 然後就是一直練 然後練到最後變成包裝組 這個超級歪的 這個我也覺得蠻酷的 因為小時候也蠻喜歡騎摩托車 然後就會看他們 學長邀請我去他們家裡玩 OK 第一次就是第一個朋友 就很興奮 哇去日本人家 我要跟我媽媽訓 媽我也要去我朋友家裡玩 日本人 哇你也交得到朋友 交得到啊 然後就去學學長家 他就給我們看他們的相簿 以前都是那種即可拍 然後他就給我看相簿 這是日本包裝組 你看我們車要這樣子改 就是一個一個介紹 這個聽起來很像是勸誘 或者是什麼 他那時候就想要已經鎖定你了 對 已經我跟你講你國中畢業之後啊 你就加入我們 你先去考個駕照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沒駕照學 一早就很大方 我也有一台車 先借你 哇 你先回家練 對 殊不知那也是張車 然後我第一個案底 就是因為那台車 去警察去蓋了手印這樣子 對啊 那我好奇就是在我看 因為我喜歡看很多漫畫 漫畫裡面 抱足都會有很帥的那種特工服 對 那個時候是真的會有嗎 你也會有 車對一定會有特工服 但是他就是你要被傳授 他是一代傳一代的 所以你不能只有自己 例如去就是說 我這個是刺繡公益 然後我就拿去做 不能這樣子 不行 那個就是沒有認證 對你要有認證的 這是什麼 比如說他們會講幾代目 對 像你說你是三代目 特工隊長 那我退休之後 我要傳給你 你就是四代目 就是會這樣一直分 一直分 所以日本是個傳承文化很重的 然後包含到這個東西 對 我覺得他們每個運動也好 他們的任何東西 都跟這個精神是有相關的 我覺得是蠻敬佩的點 那除了衣服之外 我另外會有印象就是他們的頭髮 那個時候也會因為加入暴走 主要特別弄頭髮之類的 有 頭髮有分 像以前我加入之前 那個時候還沒有 還不用戴安全帽的年代 我們要輸飛機頭 OK 就是你要先把旁邊推上去 反正就把它捲起來 然後美人間要露下來 你美人越長你越帥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就是要那樣子做 你才是帥哥 現在想這些東西會覺得很羞恥嗎 就是 嗯 可是他們就是想要人家看 他們才會去做那麼誇張的 比如說我們前照會 很高 會弄很高 對 我還看過三層的 他過紅綠燈要繞過紅綠燈 因為會敲到 太高了 就是很多很誇張的 但是當下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弄太誇張 你好帥 你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就當下會很高潮的感覺 對 理解 可能大家都年輕人吧 都一群人 那這樣子一個暴走組 大概會有哪些職位 或者他是多大 多大 大概一百 一百台上下 一百台 一百台 這樣子都一定會是很多個國中高中 然後大聚在一起 對 他們會大概四五所國中集結起來 對 然後變成三所高中 OK 然後這三所高中都從報索屬裡面的 可能一個學年的男生的不良少年都在我們這邊 哇 對 然後三所高中 那也會很早 比如說什麼原優惠的時候 就是你們辦校 其實我們就會去你們學校旁邊這樣繞 然後他們就會說 我兄弟來了 就是他們聽那個tempo 他們就說 他們來了 就是有一種儀式感 以前覺得真的蠻帥的 那還好 你怎麼那麼順啊 你在幹嘛 浪費油 然後要騎很慢 可是你很大聲 要騎很慢 這很難 很難 你要用滑的 你要用離合器 譬如說你速度上來之後 離合器一下 你要用滑的 然後你要在滑行當中去演奏你的tempo 怎麼做得到這件事情 就是做得到 你車會一直前進 就是一直這樣走 然後會很多台 然後當你那個 那個東西是 整個團大會一起演奏這個節奏 大家都會 不是 大家你要回家練 OK 對 你要就是騎50cc 沒有是 你的紅燈的時候 就會練一下 練一下 然後當你會的時候 你會跟人家 等一下我怎麼樣 所以你要跟我 然後我們就有個教科書 叫水戶黃門 因為我們家住赤城縣 然後我們的首都是水戶 然後水戶黃門 有一出劇叫水戶黃門 它的主題曲 我們要用油門去推那個主題曲 每個人都要會 因為我們是赤城人 這個是那個時候你搬過去的時候 正在上映的東西嗎 還是它很早以前 然後就訂好了 它很早以前就有了 它是昭和時代劇 是那種古裝劇 對大耳聚 然後它的音樂是 然後每個人都開 開裡面 我好像會了 你跟我大耳下 你太快了 你可以配合我嗎 就是每天在那邊練 每天練 每天晚上都在練 這樣子會有 例如說 負責起頭的這種指揮的角色有 有 那個就是總長了 那就是總長 所以總長一定要很強 對 總長是他幾乎是每個職位 他都當過 他當過之後 他才能成為那個萬能的 對 像我就不怎麼會打架 可是我很會騎車 那你就特空隊長 那總長是他很會騎車 又會打架 又會吵架 所以他可以當總長這個 我們就會聽他話 總長說就算 有吵架 還有吵架 有吵架 你要跟他嗆一下 就是 那怎麼分出吵架的優劣 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聽他們吵 然後 對 他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覺得 也不是在幹嘛 反正很會嘴 對 就是你要很會嘴 然後嘴完之後單挑 他又很強 像我們剛剛聽到有總長 然後有 這算是吵架王 然後你是特工隊隊長 騎車的 然後那還有哪些 還有那個 啪咕雷太久 啪咕雷太久 是所謂的 啪咕雷是烙跑 烙跑 對 烙跑有個隊長 連這個東西都考慮到了 就是因為 警察會跟在後面 到了一個點 那個 總長他會放一個 那個喇叭 你知道嗎 我們所謂的氣憐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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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可以回家 他會衝 我們全部要跟他 就開始跟 那樣子會分散嗎 所以就有好多個 這個還是就一個 會有三個 會有三個 三個一起跑 然後我們就大家一起跑 那這個東西 他翻成中文的話叫做什麼 這個 就烙跑隊長 應該是烙跑隊長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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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樂而加入暴走 我沒有要打架 我也沒有要幹嘛 我只是想學這個 聽起來很藝術家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個 我們就會辦那種比賽 這個也會有比賽 會有比賽 所以會選拔 對 選拔 男生 女生 我們都是一起比 對 然後什麼車種 有那種四缸的 三缸的 雙缸 音色不一樣 對 然後還有分那種 噴射式的車 就會是高音 你知道嗎 噴噴噴噴噴 然後比較那種 雙缸車 因為它聲音是 所以我們推著 所以 感覺像是一個交響樂了 對 不一樣的音色 對 然後我們 我們就把它粉組起來比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很好玩 那這樣子會有一些 暴走族之間的交流嗎 就是例如說 我們這邊弄了一個 很屌的東西 跟你們比比看 我們就是那一場比賽是 各大車隊會派人出來 就會有一種 今天又是我們這堆贏了 會有這種優越感 然後他們就會 叫我們明年見 然後他們去去 後來就是 其實不怎麼打架 不怎麼吵架 就是這個比賽我們就是用英友們 來比個高下 聽起來有點像是一些 有點像運動競賽 他取代了大家打架的這件事情 對 然後你拿冠軍會有一個英職人的一個 會有特別的刺繡 一個標章之類的 貼 貼紙給你貼在車上 我是英職人 只有英職人才能有這個貼紙 對 那剛剛講到就是 這是一個傳承 就像是特工服傳承 那這些人 他們如果 剛剛講到總長好了 他把這個東西傳承給你了之後 他是大概在幾歲的時候 會要做傳承這個動作 然後以及他接下來還要去幹嘛 18歲吧 18歲 我們就只能玩18歲 18歲的那一批學長 就是一起退休 18歲 就是引退式 對 他們不能夠18歲以上不能玩 就很廢 暴走足就是18歲啊 如果你還要玩 你就是你超廢啦 哦 因為就是 就只能瘋狂那一次而已 對 你16歲的時候有沒有讓你想通 你要瘋狂 到18歲 每天每天 禮拜六晚上 就是起到天亮 對 起到天亮 什麼山線 海線 什麼線 我們都騎過 對 在什麼地方 推油門最好聽 一定要在隧道裡面 那個回想好舒服 很爽 對 一定要用什麼車 一定要400cc的車 是最好聽的 你每天去研究這些東西 我剛聽到說 就是16到18歲的那個瘋狂 我以前有日本朋友跟我講過 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高中 好像很蓬勃 他說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最關鍵的時候 就我們只能夠在這時候瘋了 對 然後之後可能上大學 就開始社會化 然後之後就要去工作 所以你所有人瘋的東西 就只在這個年紀 對 其實學生時代的瘋狂是 是會被允許的 對 當你20歲之後你瘋狂 你就糟糕 大家會瞧不起你 你就是社會問題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所以以前他本來會有點默許 這件事情發生 對 日本他們就是很早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就年輕人 就耍白癡 你就讓他去耍 他長大就懂了 對 所以他們的成年 我們台灣成年18歲 所以他們成年是20歲 20歲才能抽菸喝酒 什麼都是定在20歲 20歲以前 其實你想要幹嘛 他們就會覺得 你就是乳臭胃肝 你就是屁孩 就是他們會允許你 那我們也覺得 反正他們會原諒我們 我們就做吧 就是一個回憶 因為有可能是 他們那邊的社會制度 非常的緊繃 所以這算是一個小小的出口 讓大家可以紓壓一下 所以我出社會 我就會覺得 我學生實習被霸凌 跟我出社會的被霸凌 是兩回事 對 你出了社會的被霸凌 真的是霸凌 是整個社會排擠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不能跟我們一樣嗎 可是你在學校就是 就是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藝術家 人好好好 太一樣 好酷 那所以這些人 他們到了18歲 他們就隱退了 那隱退可能也 隱退之後 就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些人 就可能我想加入幫派 那我先去當小弟 我先去幫他們收保護費 很多幫黑道下面 做事情 那也有人就是 18歲畢業之後 我想去讀大學 像我就很多朋友讀音大 因為油門音樂 他們知道 一開始很早就flow了 就英文了 我們喜歡拍子flow 你給我個B 我可以這樣演奏 只是以前是油門 我換個東西 我換吉他好了 我也可以 因為我跟得上 我知道我在鼓舞上面 我可以怎麼變化他 像我就是去跳舞 因為可能以前喜歡 就是比較 喜歡打架 就體質比較好 ok 然後我就去跳地板 然後因為跳地板的關係 嘻哈 然後就看到DJ 我就覺得 在DJ跟我們的摩托車一樣 他是一個單音 你可以去演奏他 那我還想學刷碟 一學我才知道 真的跟我們摩托車一模一樣 超好學 一下就上手 所以馬上就是DJ就超級 一下就熟練 就是學得比較快 ok 你怎麼那麼強 你這個跟我們一起摩托車好像 你怎麼會 就是那個三連音 你也在三連音 我們摩托車有 摩托車有三連音 就是你這連尻三下 然後人家聽了就被 很high 就其實做流行音樂的時候 有一點幫助 以前我們有首歌叫Gurling Kick 對 就是三連音 就只有拍上用車 好酷 節奏不好 在抱我手裡面也吃不開 沒有 你一定會 一定要會 因為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他們有一種訓練法 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推油門 我不知道怎麼推 那個學長會拍你的肩膀 他會 對 對 學長有 跟上跟上 對對對 沒錯 你就是這樣子弄 你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會一直拍我 我就是 每天 我覺得他超級小 我重新看那個香蘭純愛族 每天 你一開始試給學長載 然後你只要看到學長一弄 然後就會很多人看到 哇 你好棒 你好帥 他就說這感覺好像這個會很受歡迎 好像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看學長用 學長可以換我來 你還沒 你還很遜 你再看看吧 然後你就是一直這樣子 一直被拒絕 對 你就更想要 你知道嗎 學長我 我想推推看 不行 你還不行 慢慢的 那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始推 就有一天 就是學長在弄 我在旁邊 我會很這樣 你也會唱 等一下換你 然後我才知道 這個你要先會唱了之後 你就會聽話 然後你離合器你放的時候 他可以拖音這樣 這樣 你可以去做一個起春轉合 這樣子要改車 然後練 那其實當報索族應該很花錢 他是一個職業嗎 他是不是有收入 他不是職業 他也沒收入 就AA制 AA制 對 就是學長會告訴我 最近出了一個新的排氣管 聲音超好聽的 要不要我們大家合資 對 基本上學長就是講完之後 他也沒有出錢 就是我們一群小朋友 快點 一人兩千塊 快點 學長說要 對 反正我們也玩得到 好好好 但報索族每一個人都有車嗎 還是車子可以共用 可以共用 就是你也可以被載 然後就是走到一半 換我騎 對 然後當然也有比較壞的 也有人騎上車 對 反正就是不良少年 什麼事都會發生 什麼人都有 那這樣子男女比 大概是多少 因為大家想像中 應該既定印象 就是多男的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是硬派 就是就只有男生 嗯 我們騎重機 我們騎那種 很誇張的戰鬥車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載女神的 因為我們是硬派 對 我們就只能載男生 如果你要載女生的話 你要騎速可達 50cc 載個妹子 那個戰鬥車跟速可達 它的差別是什麼 為什麼會特別要到戰鬥車 擋車 就是我們擋車的排氣管 就是我們 我們都叫球槓 球槓就直通管 OK 他沒有消音塞的 他就是很吵 就是戰鬥用的 就是戰鬥機 就我們暴走的 其實起源 就是我們很年輕人 很仰慕神風特工隊 所以我們未成年 就是摩托車 就是我們的戰鬥機 所以才會有那些很大的風罩 對 我們就是在訪戰鬥機的感覺 對 就機場感 就是有靠背 穿特工服 很像 特工 那個 神風特工隊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去唱卡拉OK 我們不良少年抱著 去唱卡拉OK 蛤 對 要唱一些 日本人的神風特工隊的軍歌 Kissama Do Leto 就是一直唱一些 就是感覺好high 可以說暴走族是很愛國的 我們是愛國 所以我們 我們灰 灰灰灰灰的菊花 那個菊花是天皇家灰 對 其實我們是愛國的 對 我們要成為軍人 又愛國又愛地方 所以還要用地方 然後每個區域都有他們的主題曲 都不一樣 這樣子跟社區的關係會是怎麼樣 因為他聽起來其實 也有一種很在地的凝聚力的感覺 但是社區會覺得你們很煩嗎 還是會其實是有一個友好關係的存在 也沒有 我們就是一直被罵 就是一直被罵 後來就有賽車文化出現 對 他們就說你們要騎這個 去賽車場跑比較安全 不然你在那邊吵 妨礙交通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妨礙交通 很帥 你們會看我 非常 不然有一個國中的感覺 超帥 超 其實暴走族不一定會騎的很快 對 我們其實騎很慢 因為現在人家看不到你 你已經 欸誰啊 我們就是很慢 那有個車超滿的 可是很吵 哦 蠻好笑 那這樣還有哪些活動 因為剛剛你講到說有比賽 那感覺因為這種東西 他們一定會有像 學校會有一些什麼運動會 然後游泳大會 應該會有很多東西來凝聚大家 反正只要有什麼聚會 我們就會去臭熱鬧 對 比如說還有什麼廟會 廟會是最衝突的 哦 怎麼說 就是可能會有學長 他們已經退役了 可是他看到我屁愛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吵 對 其實他的理由就是他想打架 他想打學弟 可是沒有一個理由 可是你也成績也跟我們一樣啊 就是他就是 我就是想打你 我就是想來找麻煩 對 可能我們騎的時候 他會丟垃圾上來啊 丟瓶子啊 那也可能是你真的認識的學長 對就是學長你幹嘛這樣子 你們很吵 就是然後不懂的學弟 不認識他的 就開始想 你們哪裏面電腦 哪裏面電腦 就跟你們嗆 嗆 你們不要這樣 他是學長 然後就會很多很精彩的 就是有沒有看到很多學弟在那邊法戰 然後學長一個一個罵 這樣子 一個一個一樣罵 剛剛這個學長是 就是還在暴走族的學長 還是已經畢業的學長 可能是就是某一代的總長 他退役了 然後你們這樣來 你們來也要帥一點嘛 又不帥 又那麼吵 又不厲害 就是一個一個這樣罵 一個一個狗 真的很軍隊 他就是軍隊啊 然後我們又穿特攻部 真的是神風特攻隊 然後一個一個罵 那剛剛這樣講的 有些好笑的事情 然後有一些就是荒唐的事 那有沒有一些是 會很感人的發生在裡面 感人 可能是那個吧 我們會要走追到會 就是 每一代一定會有人 車禍身亡 對這個就是一定會有的 那我們可能每年就是櫻花 就是三四月的時候 櫻花季的時候 我們就會買很多鮮花去祭拜學長 那個時候還蠻催淚的 因為他們有個故事說 神風特攻隊 他們就跟櫻花一樣 一年就會人就是會光榮那一次 可是他你光榮完了之後 他就水的季掉落下來 就跟我們神風特攻隊一樣 一個一個降落 對 所以我們人都跟櫻花一樣 所以他們有寫了很多歌 就是神風特攻隊就是櫻花 所以我們很喜歡櫻花 櫻花也是國花 然後就會大家站在一起 那個場面應該會很強烈 然後你有沒有看櫻花這樣下來 就覺得 哇好感人喔 你們日本人怎麼那麼變態 就是怎麼會把人形容成櫻花呢 對 對啊 一個人叫降落 神風特攻隊也是跟櫻花一樣 就是炸一次就沒了 對 那可是就會有更多人 想要成為這種人 就會覺得 哇你們 你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讓人家想要成為這個東西 那剛剛講到說 就是這種很光榮的 那應該也會發生一些 很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就是哇這個東西 blow your mind 或者是這個東西很棒 很想要特別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有 我有體驗過我們 每年 每年過去之後會有一個 神の出暴走 就是 曙光暴走嗎 曙光暴走 就是跨完年之後 新的一年要來的時候 要看日出嘛 所以我們那個叫做 日出暴走 我們要騎摩托車到富士山看日出 這個是全日本全國暴走的夢想 哇 對 那要怎麼去 要騎高速公路 然後每個高速公路砸 你到一個砸到 你會看到一票車隊 衝上來 對他們是怎麼上來的 我們要衝那個收費站 然後收費站都是警察 然後還是就跨過警察 然後就是要倒 就是衝 然後緊張會拿一個 那個釘子的條 他會直接拉到地上 所以你車一經過的時候 你會爆胎 對 然後就開始車 就丟了就手刀 我們跑不管 就是跑 就是那個 你們想也知道 這個就是一個 你進去就是被抓的 可是就是要去 就是我們就是 只能風光這一次 你被抓你有案體摔 對 摔 你被抓過幾次 我被抓過五次 哇 你好摔 我才一次 那你還太嫩 你才一次而已 哇 那要當到特工隊長 要被抓幾次 我是比較會跑的那一個 我是還沒被抓過 我只是被蓋過手 手印 因為張車問題 OK 對啊 我就是跑 因為那個伯伯利泰 就是是我同班同學 他真的很會跑 跟我跟我 跟我 我的路很熟 那這樣子 你有成功到過那個 複製車嗎 沒有 那應該是一個傳說 根本倒不了 根本就是騙人的 就是大家一起在大臉 出去被抓一次 對 真是騙人的 然後也有人成功 他們是先把車 放在陀螺庫上面 他們開車上去 把車卸下來 在複製車上面 我們成功了 然後因為那影片 我們全部的都被騙 哇好帥 每個人都這樣衝 有什麼汽車版的暴走族 也都這樣衝 然後緊張就是在零檢 這些都有紀錄片 網路上面都有 感覺應該會很好看 就是一群白痴 哈哈哈 今天想 他們會罵 白痴 誰想著啦 就是你們 你們 我覺得 因為經歷過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大家感情感會很緊密 現在大家還會有聯繫嗎 或者是 還是有聯繫啊 以前常常 這是我同班同學 他 他也來過台灣 對 這就是一直都有聯繫 我說你們以前都欺負我 趕不趕去我國家 在你們國 我家我都混了這麼開心 你敢不敢來這樣子 哇是嗎 走啦走啊 然後他就一年來台灣找我 哦 那還有沒有認識什麼有趣的人 在這個暴走圈裡面 暴走圈 嗯 沒有 沒有 沒有欸 可是 加入暴 對 我後來發現在玩暴走族 其實蠻 蠻多人家境都蠻好的 哦好特別哦 因為日本是職人文化 所以我很多車隊們 他們都國中畢業 他們就不讀書了 那我那時候就 你們幹嘛不讀書 我們就要做木工的啊 就是我就是繼承家業 其實我也不用讀書 因為日本房子幾乎都是木工 對 所以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職業 就是餓不死 懂 對 然後我那個很好的朋友 他們家是貼壁紙 哦 對 所以每個房子都需要貼壁紙 所以他國中畢業之後 他就在家裡工作 懂 所以他就賺很多錢 那可是我還是高中生 我還要去拉麵店打工 沒有錢改車 可是他的車永遠是最漂亮的 聲音最好聽 我聲音你怎麼有錢改 我家做壁紙的 我一個月拿20萬日幣 哇 好強哦 日本人 這比被抓還要強吧 不錯耶 我才拿16萬日幣便利商店 你拿20萬 就是不一樣 對啊 所以很多抱走足車裡面 我就覺得 嗯 你們都蠻有錢的 也是 他們未來已經被訂起來 難怪要瘋狂一次 對啊 對 他們不用讀書啊 反正有繼承家業 我就是在家做事就好 那這樣子很好奇 因為剛才說家庭 就是像你們家 對於你加入抱走足 有什麼樣的看法 他就覺得我是瘋子啊 你來日本 你好的不學 你學這個 我就第一句日文是 白鴨亞羅 然後會彈舌 對啊 就是不知道 就是身邊朋友 那我以前都會跟我們講說 誰叫你要住在那種鄉下的地方 對啊 如果你住東京 我現在可能就是一個 哇 東京人 天龍人 你住鄉下的地方 我好像就會變成這樣子 是他的錯 是他的錯 對 以前就是 就會這樣頂嘴 對 小的時候蠻好笑 那這樣加入抱走足 對你的生活 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生活就會 我就加入抱走足 讓我變成很有禮貌 對 因為軍隊文化 對 軍隊文化 你看到 你第一次先別 你看到不認識的 我們就是用鯨魚 然後熟了之後 就開始問 你幾歲 你比我小 就開始 我們比我小 怎麼會這樣子 就開始 你看 你會學會切換 然後你會看那個氣氣 現在我是不是不能講什麼話 我覺得這個禮貌 社會化的過程 這個禮貌 會比正常人還要找手 因為畢竟 就是你會看臉色 對 你會看臉色 讀空氣之類的 因為我們抱走足 就是 你就是要皺眉頭 每天都要皺眉頭 所以你們知道 他這個皺眉頭 不是生氣的皺眉頭 這個是在生氣的皺眉頭 所以等一下我在他面前 我講話 可能要小心一點點 生氣的皺眉頭 跟不是生氣的皺眉頭 差在哪邊 就是那個 我們自己都不一樣 那個銳利感你知道嗎 就是皺眉頭 你講話跟 就是他們會有一種 日本人喜歡這樣子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不上來 可是我們感受得到 那個頻率 OK 對 那當你出了社會之後 我就覺得很自在 懂 對啊 可能跟學 像我以前去卡農上班的時候 可能跟前輩去跟客戶吃飯的時候 前輩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說前輩你怎麼了 你不覺得很緊張嗎 會嗎 這聽起來超級鬼左陰棋 對啊 就是學長你怎麼樂 就是學弟要關心學長 你知道嗎 學長你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 人家看到我們會覺得我們很緊張 因為這一方面 就是這一方面比較早熟 但是這件事情是可以暢談的嗎 因為我是也是到那個 義寬那邊的訪問的時候才知道 就是這件事情對於 在日本好了 你曾經加入過暴走族 是一個黑歷史不能講的話題嗎 在日本是可以講 可是在台灣講 你就會覺得很慫啊 會嗎 好像蠻酷的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日本暴走的時候 的時候他慢慢騎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覺得 你幹嘛浪費油啊 某經 India 不是這樣騎的吧 就是我會覺得他很手 ok 但後來就算是好帥 是學長跟我講說 這個是有節奏之後 他覺得這個很帥 開始看得懂門道 對 我懂了 原来你們在幹嘛 可是你第一次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他在幹嘛 你会去笑他 你真的会笑他 那现在日本还有暴走族吗 现在没了吧 现在已经变成旧车会 旧车会 因为我们那车 就是旧式改装 所以他们就有个旧车会 里面大家车都是改那样子 可是里面的骑车成员 大家都大人 他们不会像我们 我们以前其实可能会 会熬车牌 他们就就是车牌放下来 戴安全帽 就是手规子 红绿灯我也停 然后我也有塞消音塞 就是我就骑感觉 然后偶尔推一下 推一下 对 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变成时代的眼泪了 怀念感 所以他就是否你18岁 隐退之后 你真的还想骑的人 那你就去加入旧车会 那就不会被我们笑 对 我们抱走的 就是各种违规 对 我们要维护暴走的尊严 安全帽不能戴 对 红灯 闯 对 挡路 对 行人看到呛他们一下 对 挡车 逼车 你都要会 你不能不会 这是我们的尊严 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 你没有做 有哪些事你当下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怪怪的 但是我就是要做 对 就是闯红灯 我们要十字路口 如果今天有四台车出去玩 对 我们就要做那种 十字路口有四个红绿灯 对 我们要从这边开始 去绕那个圆环 所以所有路口车都会停下来 你要绕 停在中间 跟交通警察的位置 你要停在中间 然后学长他们就是 经过之后 我在走 他们才能通车 你知道吗 真的是刷存在感很厉害 对 如果是一般百姓 就直接扇车机 什么时候想要挡我路 就是这样子 可是以前就觉得 他们是允许的 他们怎么没有人 丢球棒之类的呢 真的 就大家就停下来 让他们这样 那我再开我的车 就是大家是可能从小看到大 已经习惯了 就觉得 反正这屁啊 就这样子 所以报告主不太会跟一般人打 对 不会 我们 打一般人会被惩罚吗 会啊 会 他们的 有纪律 这个就会讲到 黑道了 我们黑道是不能欺负老百姓的 因为你如果在帮派里面 你出了什么报之后 你会被哈蒙 就被退出帮派 你也不能加入别的帮派 之后你会成为老百姓 对 你会成为老 因为你会成为老百姓 所以我们黑道不能欺负老百姓 那是我们最后的出路 哇 很有道义 对 所以我可能混不下去 我变成街友了 所以我们躺在街街上 你看到我们 你也不能打我们 所以老百姓是最大的 那这样子黑道欺负谁 黑道不是这样 黑道还是会欺负老百姓吧 不是会去卖冰块之类的吗 没有 那个是保护费啊 我要保护你 我要维护治安 对 我们是有明目的 他们有收据 对啊 这刚刚讲的是 这卖冰块 大家知道就是 他们冰块 比如说他们是会规划 比如说酒店区 他们会规划在一个地方 好像就是你们这一区是可以开酒店的 那酒店一定会有一个组 去维护这一区的和平 治安 对 治安 对 然后 那当然我们要付保护费 像以前我们家里开酒店 那他们来收保护费的时候 他们会给一个收据 可是当收据给你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 对 他就会给你一个冰块 然后收据上面就会写护利贷 冰块贷 就是可以报账 因为他有收据 对啊 就是拿了一个 然后送冰块 学长你怎么在送冰块啊 你走这边 这家店我家开的啊 没有 其实因为送冰块是等级很低的事情 然后我又是学弟 学长你怎么在送冰块啊 他就觉得可恶 被发现 可恶 被你这样讲 有脸受到污辱 然后下一次聚会的时候遇到学 你上次这么讲我啊 没有啦 不好意思啊 就是 就是还是被公司分明 有没有 你在工作 我也在工作 大家不要闹 就这样子 对 那这样一般人要怎么跟暴走族相处 就假设我今天 虽然现在可能你说遇不到了 那假如一个要给他们建议好了 一个路人他们遇到暴走族 要跟他们怎么样相处吗 什么事情不要做 我什么事情要做 这个又要牵扯到我们311 我们台湾 捐了很多钱给日本之后 他们超喜欢台湾人的 可是以前我在日本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真的是因为311有个巨大的改观 以前警察临捡我或是干嘛 他们都说我是中国人 我说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没有 台湾就是中国 没有啊 你看 你看我护照 中华民国 你再看清楚 中国 整个傻眼 我说不是吧 我是绿色的 没有 你们就是当我们捐了钱之后 我们就突然变成台湾了 好好好 捐钱是有用的 我们买到国家 我们买到尊严了 我们真的买到尊严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喜欢台湾 台湾好棒 好想去台湾 你们不是这样 以前我来说 你们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好假 对啊 很生气 我当时觉得还蛮生气 可是你看到那个 那个抱左说 因为我们抱左 其实日本人就是重洋 重洋媚外 你知道吗 你就去 你就跟他 绕个几个英文 picture ok video ok 然后他们就好 那我炫一下了 这样子 他就弄给你听 你可以去拍他 我有个朋友在日本工作 然后他就是日文非常的溜 但他都从来不讲日文 他说你要让他们觉得 我是讲英文的 但是我从头到尾 我都听得懂 他们在讲什么 这就是关键 关键 我也是这样子 我就是去 可是学生时期 你要装的像日本人 你才不会被霸凌 可是你出了社会之后 你要装外国人 从洋媚外 很好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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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法 对 真的是新发现 以前我刚出社会就要演日本 他们对你的要求就很高 因为我们都是日本人 对你会说日文 他就会拿日本的要求 对 你这不太到底 这要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直接 日本語 少し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教你 就是在个代步一样 你知道吗 我懂了 懂 以后这个我就是装外国 反正我听得懂就好 对 这个最安全 好 那假如说你今天要跟当时的自己 讲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样子的话 当时的自己 当的自己 当时我觉得应该国中的时候就认真玩DJ就好 国中就开始玩DJ 对啊 因为我觉得暴走足让我启发到日本人对练习这个东西 是有在花时间的 因为我要成为受欢迎的人 所以我油门音乐我要弄到最好 然后我可以跟我朋友一起搭 那种开电回转灵活 对 你要头脑要灵活一点 那个是需要靠练习的 对啊 我就觉得哇 以前我玩有没有玩那么认真 我直接把这个方式套在DJ上面 其实行得通 那我如果回到以前 我觉得应该13岁的时候 我就看人家神通了DJ神通 对 因为我以前我DJ玩到 有一点程度的时候 我才发现了很多历代日本冠军 他们13岁就开始在玩DJ 哇好早 所以我就研究一下 是他们国中的时候 他们就分两批 就是你要去玩嘻哈 还是去玩暴走足 他就是两批人马 所以这是有被连结在一起 他是被连结在一起的 就是什么人会跟 他们分三个族群 一个是暴走足 一个是玩滑板的 一个就是唱唱跳跳的 因为他们有杰尼斯 对 你从小看到大 你就想要翻跟斗 我就想要跳地板 是会很吸引年轻人的 是行在这个社会 不断的在push 所以你会看得到 那就看你身边的朋友 大家是要玩什么 比如说我这些朋友 他们喜欢骑车 我就跟他们一起玩 那这样子可能也 为什么能够理解暴走足 开始没落 因为其他东西变得越来越酷了 对 你喜欢吵架 嘻哈也可以吵架 就是慢慢的 对 慢慢的 政府也有关系 政府后来把暴走足 改成打赛族 打赛族 有什么意思 打赛就是很熟悉 很熟悉的族群 他们是早和年代的东西 我们不要再玩了 现在是要玩什么 现在是要玩戏哈音乐 比较时尚 现在要跳舞 你会跳舞跟方浪兄弟一样 很多男生 大家一起跳很帅 他们也得过音乐奖项 所以他们在业界是成立的 你可以学跳舞也好 所以他们连跳舞的编舞老师 都要有执照 像台湾就没有执照这个东西 每个领域你都有执照 你剪头发也要有执照 你才能去剪头发 对啊 就是很多 他们就是很专精 我觉得这方面还蛮棒的 好OK 那今天非常谢谢 感觉讲不完 感觉还是很多 很有趣 还有什么想到 就是觉得说 哇这个 我要讲一下的 有这种吗 讲这种 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种 族群大概在18岁到20岁 就是你抱着玩完之后 对 成年之前要去开车 就改车 就有所谓的甩尾车 就是甩尾车这个领域 像会看投文字低 这个动漫的人 几乎都是18岁至20岁 都有阶段 对他们的 他只有一个阶段在 然后你有阶段之后 你20岁就 你18岁的时候 就可以去考汽车驾照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就是你就是会慢慢的一直往上 然后你就是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啊 像以前我们读高 高中 高三最后一个暑假 那是全校男生一起去驾训班 很开心 超开心 因为有不同高中的女生也会来 去驾训班上课是一件 人生最开心的一件事 能够遇到最多的女生 对 以前在抱走中 是不是都遇不到 对啊 因为女生会觉得你们很吵 我们就是硬派嘛 然后我们永远都会理那种 就是前面是平 中间是平头 然后后面流超长的 就是明明是浪子头吧 然后懒得金色 然后一群男人坐到那边 女生根本就不会看我们 那时候有心情很差 我又没有 对啊 我明明就很帅 为什么你都不看我们 然后就会看到很受欢迎的 就是留长发 弄得跟牧村拓在一样 觉得我应该也要像那样子 还是有舍有得 我学要智装费 然后就又回抱走 就看到学弟 换了一人五千块给我 干嘛 我要去买衣服 然后就慢慢的越来越帅 慢慢的脱离他们这样子 对 拿完就跑 对啊你金费从哪来的 学弟身上来的 就是跟学弟熬 学弟很可怜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没错 哦 这真的好军队哦 天哪 就是一个弱弱相产的世界 以前在学校 是想办法生钱 因为学长他要钱 就开始我们会转卖东西 比如说以前卖最扯的 卖橡皮擦 因为在日本你到大学都是用铅笔 跟智中铅笔 他们没有原汁笔 可是我们台湾大概读国中开 对国中开的原汁笔 我们就是卖橡皮擦 而且你要买个蜻蜓牌的 你就买很多放在身上 你上课的时候 橡皮擦要不要买一个五百块日币 一个五百 对 可是原价一百至两百 就是五百日币 在学校这样卖橡皮擦 要不要买 因为他们没有福利社 日本学校是没有福利社的 是哦 所以你要现在家里吃饱饭 你才去上课 学校只有中餐 对 然后也没有贩卖机 你就是喝那个水龙头的饮用水 对 所以我们就是在 在做买卖 卖橡皮擦 或者是卖hatch 就是 有生意房长就多来一点 对啊 要不然是糖 这是违法的事情 五百块 我觉得这是很帅 要不要 你要不要 款项台要不要 哦 也是只有暴走族才能够 因为他过那个违法的门槛 就是我们就会去 就卖东西啊 然后反正暴走 大家开始学坏的时候 大家都会乱卖东西 就是 为了要上缴 就是国中的时候 我们都学会怎么卖 然后要怎么包装 让他不会被老师抓到 怎么包装什么意思 比如说口香糖会有味道啊 所以我们会放在 夹链袋里面啊 要卖就没有味道啊 哇 长大之后出了社会 哦 你的眼神这样包 我国中的时候眼神这样包 那个 害羞耶 因为害羞很香 对对对 它会有香气 然后上课的时候会 会 就 会 会容易累 你需要糖分 我们就会 那个sugar high一下 你知道吗 我们吃糖人会high 所以我们喜欢带糖果上课 对 以前就怎么讲 以前就不能课要什么的嘛 就是 狂吃茶 讲得好像现在可以课一样 狂吃茶让自己会high 反正以前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理解 我觉得今天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今天很谢谢中华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 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也不要忘了把它分享出去 那此外呢 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看更多影片 那今天的志祺七七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